包含的药物也都全部被波及 这是全球知名的大药厂 葛兰素史克GSK 所生产的抗生素氨蔑菌 既然是被验出来 含有塑化剂DIDP 有可能会伤害到肝脏跟睾丸 虽然药厂声明搞发强调说 上市之前是在国外都经过的检验合格 而且这种药几乎都是给小孩子吃的 现在传出的有塑化剂的可能 家长都非常的担心 外卫省署表示了 现在检验结果呢 两天就会出炉 暂时先不要让小孩吃这种抗生素 很觉得很意外啊 医院开的药也有这种东西啊 到处浓稠药剂 林伯伯忧心忡忡 因为孙子治疗中耳炎的抗生素 现在被卫生级验出含有塑化剂DIDP 不只食品出问题 连药品也沦陷了吗 孙子吃了会不会担心 当然会担心啊 现在什么看到药就不敢吃啊 要问清楚 每一种药就要拿去检验吗 医生开了两罐 这个药小朋友每天要吃两到三次 是知名药厂GSK出的 安灭菌糖浆用粉剂 而这次被验出的DIDP 是泛用的可塑剂 相较于DHP毒性算低 但是动物实验中 却有可能造成干毒 对睾丸造成伤害 有疑虑的话 我们是建议暂时不要使用 但是我刚才讲过的药品跟一般食品不太一样 药品大概必要时 它就必要使用 卫生署表示药品还在检验中不强制下架 而这一次验出的DIDP14到18个PPM 以每人每日可容许9毫克的系量来算 每次服用的量约2微克是4500分之一 相当为量 而GSK药厂声明稿表示 配方为添加管制塑化剂 药品瓶盖也不含塑化剂 从原料配方生产过程到包装都不含有塑化剂 现在将把药品送到第三公正单位赴宴 让民众才能吃得安心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